他這個大的我感覺有點吃不了啊 我現在在溫州啊 這兩天在溫州的大雞小巷看到了好多賣餅店啊 這也是溫州非常有特色的一個小吃或者說主食啊 現在我打算去 試一下 到了啊 看一下啊 他這有大的 有小的 這個是大的 他這個大的我感覺有點吃不了啊 個頭很大而且很厚啊 然後這個是麥餅乾 底下是炭火的看到沒有 他這好幾個麥餅乾在烤啊 這個是小的是吧 那給我來兩個小的吧 對 買了兩個小個的 來試一下 這個是4塊錢一個 然後是 梅干菜肥肉的 打一口啊 哇好脆啊 然後裡面是 梅干菜 加了一些肥肉丁好像有一點點 我以為是粉條這個就是肥肉丁啊 透明的這個 鹹香鹹香的 其實這個麥餅我雖然是第一次吃但是 以前有吃過那種 很長很薄的那個 梅干菜 扣肉餅對 跟那個有點類似啊 看 講真的啊 他在裡面的肥肉其實挺多的 但是吃起來他其實並不會感覺很油膩 而且也是 有點越嚼越相對的那種 然後之前吃過那種 長一點的薄一點的那種是整個吃起來比較脆 然後他這個是 外面脆脆的 然後裡面可以吃到這個 比較豐富的餡料就是可以吃到你看 他那個梅干菜很厚 然後這家也是一家 老店 開了33年了 個人感覺這味道還不錯啊 有沒有吃過的小伙伴 你覺得怎樣